新城乡公所从3月16日至4月14日 实施新城乡环境消毒 喷洒药剂以防治并没闻 那么新城乡原本是每年实施一次的环境消毒 那么乡长是重视乡亲的居住环境 由今年则是改成一年环境消毒两次 来杜绝并没闻照顾乡亲的健康 新城乡公所从109年3月16号到4月14号 实施新城乡环境消毒 药剂以防治并没闻 新城乡公所原本每年实施一次环境消毒 乡长河里台重视乡亲居住环境 今年就开始改为一年环境清洁消毒两次 一度结并没闻照顾乡亲的健康 环境维护非常的重要 提升我们的居家住家的品质 所以过期新城乡都是在每年的六七月 来做这个消毒的这个工作 因为在三到五月的时候是我们的这个 亲民事件已分分各方面这个万物重生 这个避免我们置身的时候 所以我们每年今年意气开始 每年要消毒两次 所以我们在三月份的时候跟八月份的时候 我们公所会做这个消毒的工作 那我们新城乡八个村啊 我们都一直安排好时间 希望民众来配合发放这个通知单给各位祝福 希望各位祝福按照我们消毒各村的这个时间来配合 门窗要紧闭 我们所有破路在外面的衣物 希望都能够收回 因为我一再强调 新城乡最注重的就是环境的卫生 尤其武汉疫情啊 对整个环境对整个身体的伤害都非常大 所以我赋予新城乡的香气要全力来配合 我们这次的消毒的工作 OK 简单了好不好 县长和理台表示环境的维护非常重要 为了提升乡亲居住的品质 新城乡过去在每年六月或七月进行环境消毒 但三到五月份是二十四节期的亲民时段 通常这个时候天气比较多雨 而万物充生则是并没有闻滋生的时候 因此近年度开始改为三到四月进行第一次环境消毒 而在八月份进行第二次的环境消毒 增加为每年两次 新城乡公所重视巷内的环境卫生 尽力来提升乡亲的居住品质 也下次呼吁乡亲要极力配合公所的政策 消毒期间请紧闭关门窗 收取乎外的食物 医务家庭 加出一道安全处所 以利消毒人员实施作业 共同维护幸福新城的好环境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